我們最後是希望再產生這個所謂的六個按鈕 六個按鈕前面講過 按鈕其實對應到就是 VBA裡面的SARB 所以一個按鈕就背後要寫一個SARB SARB名稱的話 其實就是根據這個按鈕上面名稱來的 其實兩邊Match當然OK 首先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今天希望 做出來效果的一項就是 如果這個 資料會變動 那我希望把就是要清掉 然後再把 結果計算完再輸出的話 比如說這個可能有個清除按鈕 那清除的話基本上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範圍 B欄 有沒有到E欄的這個 時間的範圍清掉 那清掉之後如果要產生新的 比如說我又有一些新的是要更新 假設有更新的話 那我就是再按一下熱透彩 他又幫我把 剛剛的結果又再做輸出 有沒有OK 不過特別之外這個地方不包含格式 格式已經預設了 剛剛已經做了 所以不用變變動 所以 我剛剛變的 只有變資料的部分 格式的部分沒有變動 OK 所以清除 這個熱透彩再按一下 OK 那他就幫我把這四個欄位的資料 又分別把它做輸出 OK 這是 第一組 其實這邊有三組 清除 跟熱透彩 那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格式化 那什麼格式化 我希望我寫一個層次 就是當我找到排名裡面的 這個排名 是小於 等於7的 幫我直接在前面的 這個 號碼 因為主要我們是要看號碼 把它的號碼的顏色 底色填一個 黃色 這樣讓我醒目一下 可是問題喔 如果用人工的方法來處理 算沒有效率 而且 也蠻容易做錯的 所以我們如果透過程式來做按下它 有沒有發現 12號 21號 2728 因為只要符合什麼 小於等於7 的條件 就幫我把 他同一列 有沒有 同一列的A欄 那條件是在E欄 格式是在A欄 的底色喔 變成黃色 OK 那另外當然有一個清除 所以這個清除是 把剛剛的格式又把它恢復了 OK 所以 格式化 格式化清楚 只是說格式化本來 大概這樣子其實也蠻方便 你看往下捲動 12號 21號 2728 OK 到 39號 其實也沒有不方便 不過後來 同學就會說 老師這樣捲動還是不方便 如果你這樣子 讓老闆看 老闆說你 你乾脆給我列表就好了嘛 你幹嘛這樣子標 你標的話其實 好像 是方便的 但是其實也沒那麼方便 所以最後呢 我要多一個欄位 A叫前期名 把他前期名按下 你會發現 這個前期名實際上 就是把剛剛標註 底色的這些號碼 通通都把它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 F欄的 這個 F2開始 所以把這個儲存格字號 複製到這裡來 然後下一個的話 再複製到下一個儲存格 下一個再複製到下一個儲存格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寫 我們分別來看 所以等於是 有六個號碼 那其實就三組層次 一個清 清除的話就把舊的資料清掉 OK把這邊清掉 那首先的話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個 樂透仔跟樂透仔清除 怎麼寫 首先的話清除應該比較簡單 清除好像之前有寫過類似的 有沒有清除 那第一個的話 我們一樣在開發人員裡面 找到Visio Basic 然後的話 我們 我先把這個模組 這個模組先刪掉 重來 那接下來特別注意 一樣 反正 我們今天已經是第八次了 所以一定要記得 如果你這樣要寫Visio Basic程式的話 開啟Visio Basic的時候 記得先按一下右鍵 先插入模組 這個是第一個step 第二個step 第二個step的話 就是在裡面寫 你那個按鈕名稱的sub名稱 比如說我要寫一個叫 樂透彩 那你很簡單 在這邊寫什麼 寫一個sub 後面加樂透彩就可以了 所以打一個sub 空一格 然後樂透彩 OK 特別是有一個相關性 Enter一下 這樣的話我就會有一個 這個 那清除的話怎麼辦 在sub清除就好了 所以底下再有一個sub 接下來呢 如果我要把公式 填到這個範圍的話 記得 這個公式不能 不能讓它清掉 不然我應該要把它複製過來 所以 我脫懶一下 我現在把這個 雲端上邊這個公式 直接先括過來 因為我剛剛已經把它清掉了 所以清掉的話 沒得參考 所以我先把它 先把它貼過來 OK 執行一下 那 我 這個地方 要如何寫樂透彩的程式呢 第一個 一樣 先 產生一個sub 接下來第二步的話 我要先知道幾件事 我到底有幾列 那記得喔 列一定是先開始 所以列的話從第二列 到Ctrl向下 到第幾列 第43列 所以我就寫一個回圈 4i 哪一列 先列開始 4i等於 第2列 到 第43列 Enter兩下 Dive next 接下來再處理哪一籃 籃的話呢 接下來我要輸出的公式 其實主要是 BCDE這幾籃 所以怎麼說 4籃 4籃的話呢 你就寫 4個敘述 第一個敘述是 哪一籃的儲存格 那因為儲存格是一個一個的 所以 記得是Sales 瓜糊 哪一列 DI列 所以一樣 反正 開頭一定都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是哪一籃 這邊就輸入B籃就可以 那B籃的話 後面加一個 等於雙引號 雙引號先打好了 因為將來雙引號裡面 就要放公式 OK如果你不放公式呢 就是清楚 OK 所以呢 我們先打一個 Sales ID的B籃 就指的是這一籃 然後 這一籃 C籃怎麼辦呢 一樣喔 你可以拿這個複製 貼過來 然後把它改成C 這樣就多一個了 然後底下因為還有 D跟E 所以我們乾脆 直接拿上面這兩個 直接複製到底下 然後呢 改成 BCD 然後這邊改E就可以了 OK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 三錯了 OK 好 那 第一步已經完成了 不過跟各位講喔 如果你寫成這樣的話 基本上就是清除 所以喔 你可以先怎麼樣 把它複製 貼到底下 把樂透材改成清除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少寫清除部分 OK 清除 所以喔 記得喔 以後呢 如果你要把那個範圍資料清空的話 最簡單方法 就是裡面 不要寫任何東西 但是如果要輸出公式的話 怎麼辦 很簡單 把這幾個公式 分別 把它複製 貼到 雙引號裡面就可以了 但是 要記得 之前講過的規則 有沒有 第一個喔 如果裡面有雙引號 你可能要把 一個雙引號要變兩個雙引號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它裡面如果有列號 比如說像 A2 下一個應該A3 下一個變A4 有沒有看到 所以呢 這個A2的位置 將來你就要把它改成 I 像這個 這個也是一樣 這個跟剛剛那個一樣 這個的話就是 B2 加 C2 下來變成 B3加 C3 所以 要把那個 2 B2的2跟 C2的2 要把它改成 I 然後排名這邊呢 點一下 其實你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B2 變成 D2 OK 那一樣喔 把這個改一下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把公式 複製一下 複製完之後記得按叉叉取消 才能切過去喔 不然你如果沒有按叉叉的話 你是切不過去 那個到VBA的把它貼上 所以有 先貼一個嘛 然後再貼第二個 第二個這個 OK 複製一下 然後取消 再切到VBA 把它貼過來 所以總共會有 四段公式喔 就是把它貼四次的意思啦 複製 取消 切過來 然後貼 OK然後最後一個 排名 複製 取消 切過來 好那切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我們再來改 改什麼呢 改那個A2 這個2 裡面 要把2的部分 改成I 改的方法還記得吧 算號兩個 移到中間 AND 移到中間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記得把AND前後呢 一樣加空白 OK 好那這樣 A2的2改完了 那其他的地方都一樣 所以喔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改完一個 如果你要效率高一點的話 其實這個A2的2 不用重新做 我的習慣是直接把雙引號 到雙引號這個範圍的程式碼 直接複製 然後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2的位置 貼上 A2的2喔 貼上這樣就OK的 上下一樣喔 那B2跟 C2也是一樣 2選起來 貼到2的位置 這樣就OK的 你不用重檔 有沒有 記得喔 一定是 雙引號 到雙引號 那C2的2的話呢 一樣 選起來 直接貼上就可以了 然後 D2的2呢 一樣 貼上 這樣就OK了 喔 所以呢有 12 13 4 5個地方 變要把它變成 I 串在中間 OK 好 那如果 寫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這兩個按鈕 所以清除了 執行看一下 有嗎清掉 然後 熱壽彩 再執行 有啦 OK 那這樣的話呢 等於是說如果將來 你的舊資料 你清掉了 沒關係 有資料要更新的 你就重跑一下就好 不然的話呢 每次的話重新再把所有公司再做過一遍 之前滿浪費時間的 那我發現很多每天都在 重複輸 輸入一樣的公司 真的很浪費時間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是用這個方法 那你可以錄製聚集啦 可是錄製聚集 我覺得錄下來就是會有很多 不需要的城市買一大堆 而且執行效率有時候也沒有很好 所以用這個方法我覺得會相對是比較 應該是精簡 而且 可行性還蠻高的 那將來的話 你每天重複的事情就會減少很多啦 OK 好 那這個地方請各位先產生這兩個按鈕 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這件事情完成了 按鈕也把它加上去 加按鈕應該還記得吧 就是在 開發人員這邊有個插入 插入按鈕 這個該怎麼做 我們 待會再來看 可以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後面有關 格式化的部分 格式化的需求很簡單 主要就是 判斷 這個排名 是不是 小於 等於7 如果是的話 就幫我把他的同一列 A藍 底色 變成黃色 反之的話 把它恢復 把它恢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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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